有充满亲子欢乐的手座教室 有儿童忘情的游乐滑梯 还有各个优质厂商 这个充满着欢乐的嘉年华原地 就在桃园市的虎头山 市长张善政一大早就清零了桃园创新园区 进行观光工厂嘉年华开幕典礼 张善政还亲自坐上了无人驾驶的巴士 体验在园区行驶的安全感受 这是我们第一次把所有桃园最重要的观光工厂 加上外线市像是宜兰、基隆、新北等等的都邀过来 在这边做一个大规模的展示 每一个观光工厂都有一个摊位展现他们最好的东西 然后刚才又做了这自驾车 自驾车也是以我们虎头山创新园区为它的这个试验基地 然后这边运营出来这些成熟的软体呢 它包装好以后再推到其他的园区去 在一些比较密集需要接驳交通的地方也可以用派出这样用场 所以我们虎头山创新园区 又是我们观光工厂的一个孕育基地 又是我们自驾车的一个研发基地 非常的杰出 我们五月就下礼拜一开始 就是我们观光工厂旅游年 这个时候我们会有一连串的活动 引导我们桃园的乡亲到桃园各个不同的观光工厂去体验 拥有全台最多观光工厂的桃园市 目前除了有无人自驾车 数位科技体验 拥有科技背景的金发局局长 也希望将园区的成功经验分享到全台及海内外 桃园的观光工厂事实上也是树大拇指的 我们桃园有23家观光工厂 有10家产业文化馆 那我们张三镇市长希望把我们整个桃园 打造成一个产业博物馆城市 在今天这个展览里面除了有23家观光工厂 跟10家的产业文化馆来参加之外呢 今天这个活动最大最大的特色 是我们希望经过这个活动 把我们所有观光工厂的 介绍台湾观光工厂之外 更把人潮导入到每一个观光工厂去 让每一个观光工厂可以创造商机 配合这个活动呢 我们桃园市政府有上百万的购物金 上百万的购物金 在今天这个活动里面 大家可以经过抽奖之后呢 去每个观光工厂去游玩去采购 让大家更喜欢观光工厂 5月6、7、8号三天呢 我们金发局在桃园巨蛋 有另外一个活动就是婚纱展 婚纱跟护佑展 那在这个活动里面呢 我们也是一样有很多的加码 只要有孕妇来 6000比8000 就是你用6000的购物 才买到8000的东西 我们甚至还可以抽坐月子奖 还有这厂后服务奖 这些东西呢 都是为了希望我们在桃园人口 继续旺盛成长 当天活动就吸引了上万人进场 活动期间可以几点数 抽大奖 奖金总额超过300万元 希望成功打造桃园 成为全年欢乐旅游观光城市 每天电视 在桃园的采访报道 这些东西在桃园的探索 这些东西在桃园的探索 感谢观看